我们知道中国全民来地盖上 同一等的强国 不管是孙中山在香港 或者在日本在逃亡的时候 确实他的身边都有很多人在帮助他 当年整个投入革命的时候 一个很可能是很传统 或者很江湖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他是随时会被捕 随时会有危险的 为推翻满清创建民国 替孙中山护驾的武林高手 各个威名远播 包括鸿门大佬司徒美堂 江南第一腿刘百川 孙中山提词上武精神赠与的破远甲 全都身怀绝技 南北大侠杜新武更是文明侠尔 杜新武名列晚清十大高手之一 他有三大绝招 第一招叫做全身试掩 遇到状况的时候 即使看不见也能够先发自人 那第二招叫做腿软如神 据说他端坐不动 抬腿可以越过尖头 那第三招就是身轻如燕 杜新武从小拜武林怪节为师 早年做过标师以飞黄石绝技威政四方 后来成为鸿门弟子和谭四童为茉莉之交 戊须变法失败之后 谭四童遭慈禧太后斩首 杜新武为复仇 刺杀慈禧失败 杜新武也因此被通弃 后来金人安排东渡日本 在那边劫事的宋教人 后来因此加入同盟会 那成为孙中山的保镖 杜新武曾数次击破 清廷暗杀孙中山的行动 也曾多次执行押韵巨款的重任 为了革命可说是鞠躬尽瘁 孙中山觉得不只要鸿门加入革命 青帮也应该出一分力 所以他后来交给杜新武一个任务 就是要他加入青帮 早已是鸿门大佬的杜新武 凭借能力和威望 短短三年 稳坐青帮龙头大卫 他凝聚两股帮派势力 为革命效力 江湖保镖中还有这对绝带双交 同样为众人敬仰 尹瑞士跟尹维俊 据说他们无私自通练就一生武艺 后来到女子学堂就读时 被秋景她的老师看中 那秋景因此带两姐妹 进入光复会从事革命 尹氏姐妹伸手矫健 机智过人 曾多次将孙中山从鬼门关救回 他们在宴会结束之后看表演 结果在表演过程中 突然舞台上的灯光熄灭了 原来姐姐尹瑞士发现 这个演员演得特别卖力 还隐隐向孙中山靠近 她知道这就是派来杀孙中山的杀手 于是向妹妹使了个眼射 那自己操控拔枪射袭灯光 再由妹妹尹维俊翻到舞台上 取出暗器射死这个演员杀手 姐妹花有勇有谋 被誉为金国玫瑰 和师父秋景并称女界三杰 革命期间沿袭制造炸弹 古昌起义时率领赶死队 占领巡抚衙门 民国建立后 接见尹瑞士成为临时总统府顾问 袁世凯还一度暗中挖脚 袁世凯说 那你帮你来拿我政府做事 但这两姐妹知道 袁世凯的心中帝制 就没有答应 这么多的武林高手出面相助 一次次化解清朝的暗杀行动 让孙中山得以四处演说 号召革命 而他最大的武器就是一张嘴 革命同志叫他孙大炮 就是狂言这种要革命啊 要对推翻新朝 对时局的不满啊 所以他们互相之争就笑称 然后就戏称孙中山为孙大炮 除了广州起义 孙中山亲自服务之外 镇南关起义也是象征性的露个脸 其他革命多半没在第一线 毕竟孙中山毫无出视背景 跟着打仗恐怕只会帮到忙 各司其职才能发挥最大功效 要让人家把他的血汗钱 捐出来中人的革命 这个没有山村不乱之舍 不能只是靠这样子 也就是他一定有一些 非常能够在打动人的一种话术 钱非万能 但没钱万万不能 尤其是搞革命 扩大组织招募党员 购买武器样样都要钱 孙大炮打仗不行 但口才一流 让人心甘情愿把钱掏出来 他真的是充满活力 我记得那个演讲他在一个 很长的一个讲台上面 就从那一头讲到这一头 然后不断的很多的肢体语言 非常的那个 所以他真的是一个充满活力 这样的一个人 从1894年创立新中会 到1911年新开革命 历时17年 孙中山和党员所筹得的款项 总额约为112万港元 换算现在金额约数亿台币 募款有如此功效 堪称那个年代的传销之父 孙大炮这个封号 从此有了新定义 喊口号的时候 驱逐达辱恢复中华的时候 就没想到地板塌下去了 大家傻了怎么办 塌地板是不祥之兆 就在这个时候 孙中山拍掌大笑说 这就是满清即将被推翻的前兆 以幽默凝聚相亲力 灵机应变是孙大炮无敌第一事 还有广为人知的第二招 一简言该 武昌旗艺成功 所以他赶紧飞回来 一落地就被记者团团包围 那此时有个记者就问 孙先生你带了多少钱回来 我带回满腔的革命精神 革命热血回来 大家傻了 我们现在看 你没有钱就没有钱嘛 你怎么讲这个东西 没想到你讲这个话之后 反而记者美光真拿钱 短短一句话清楚表达处境 让人心服口服 孙大炮几乎所向披名 他的第三招借题发挥同样了得 那所以他叫了一部计程车 说尽快到达 结果这个计程车司机 居然绕路 孙中山就问他为何要绕路 你不是叫我要快吗 我达到就好了 你管我走什么路 他说乘客就像是人民 那司机就像是政府 那只要政府能够有能力 达到我们的目标 那怎么做都没关系 但是如果方法不对 或成效不够 我们就可以下车 不要这个政府了 将生活插曲和政治理念 都在一起 顺耳又有理 孙大炮的卓越嘴功 获得群众支持 还吸引无数青年才子 加入革命 再加上武林高手 一路相挺 和孙中山同呼吸 共命运 推翻封建王朝